今天將近中午的時候 在岡山有一起這個車禍 一輛這個公車左轉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有一輛這個機車正要執行 兩車在路口發生了碰撞 這個撞擊畫面呢 看起來相當的驚悚 而被撞的這名騎士才22歲 在車禍發生之後 他是連人帶車卡在這個公車底下 而這個消防局是出動了8車17人前往救援 出動機具先把這個公車的車身給墊高 才把這個男騎士給順利救了出來 這個男騎士呢 他是右腳骨折意識清楚送醫治療 那當時公車上呢有一名這個乘客 在車禍發生之後 他就自行下車離去 根據警方初步的分析研判 這公車左轉彎沒有離讓執行車 機車騎士在經過路口的時候 沒有減速才造成這一起意外